陈盈杰肾衰竭紧急入院,其亲姐姐披露预设最坏情况,不让她再受苦。 70岁歌手陈盈杰因教唆伪造有加证券罪获行三年二个月后于今年八月入狱。 然而,十月份却因失智、中风、肾衰竭等原因申请保外就医,病情时好时坏。 音乐人许常德昨日透露,陈盈杰近期进入加护病房,其亲姐姐陈乃佳甚至做好最坏打算,感叹若病情恶化,别让陈姐再受苦。 许常德曾在台北,高雄为陈盈杰举办自己的人生自己破浪音乐会,将于7月13日转战台南,演出内容高度保密,连参演歌手名单也未公开。 他在脸书分享筹备过程,笑称将给观众惊喜。 我是在场歌迷为唯一见证者,因为这是难得的信任与缘分。 他回忆起去年11月高雄场音乐会时,陈盈杰病情严重,但在医疗团队悉心照顾下逐渐好转,令陈盈杰亲姐姐陈乃佳等人看到希望。 但许常德对陈乃佳十分同情,需坚强照顾卧病在床的妹妹,为此销瘦二十多公斤,她总是关心并微笑,既是姐姐也是母亲。 许常德话风一转,提及陈盈杰本月状况再度恶化。 陈乃佳坦言自己是世界上最无法接受陈盈杰离去的人,但已做好心理准备,若再有危险,别让陈姐再受苦。 许常德则劝她先顾好自己,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课程,我认为要及格,必须寻找满足与感激,否则难以放手。 台南场音乐会即将开演,许常德希望让关心陈盈杰的人了解最新情况。 近日,陈姐进入加护病房,感谢曾向陈姐捐款的朋友们,每笔款项均有记录,许多人为陈老师奋斗的感人瞬间。 我应是最全面看见的人,有许多动人的片段,同时欢迎粉丝届时携带空白红包带到场,可根据个人感受给予鼓励或写下祝福。 如有机会,将请陈盈杰铁杆粉丝前往医院读信给陈盈杰听。 被称为歌坛大姐大的陈盈杰,曾经是在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 近年来她频繁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然而最近传闻她的生活并不如意,不仅债务缠身,身体状况也堪忧。 近日,她丈夫李春鹤名下的房产被拍卖,令人唏嘘不已。 据了解,陈盈杰曾向好友邱胡借了280万元,因无法偿还而被起诉,债务问题尚未解决。 她又不幸中风,身体状况每框愈下,为了还债,她不得不考虑卖掉豪宅。 陈盈杰的晚年生活颇为艰难,她曾突发小中风,导致言语不清且喉咙受损。 某日,她试图与姐姐交流,但言语模糊,姐姐察觉异样,询问她发生何事。 尽管当天有预定的表演,她还是坚持前往,向主办方说明情况。 好在老板体谅,没有要求她赔偿违约金。 在舞台上,她艰难地向观众致歉。 贺一航则在一旁协助解释,并邀请观众一同演唱她原本准备的歌曲,令她深受感动。 她感慨道,贺一航真是个好人,那天多亏了她,本来还想下次再合作。 可惜,演出结束后,李春贺立即带她去医院检查,确诊为颈部血管阻塞引发的小中风。 她焦急地询问医生是否会影响唱歌,医生表示幸好发现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随后,医生为她注射了干细胞,并嘱咐她注意保养和复健。 数月即可恢复,在复健过程中,她改变了长期熬夜的习惯,每天晚上十点准时入睡,并补充营养品以促进血液循环。 她的饮食也变得清淡,听从丈夫的建议,不再过度食用肉类。 提及丈夫,她满脸幸福,称李春贺已经吃素长达三十年,身体非常健康。 在休养期间,李春贺严格限制她摄入油炸和加工食品,心自为她准备三餐,并每日驾车接送。 他们还经常去寺庙祈福,顺便进行锻炼。 陈盈杰表示,她的主治医师和朋友们都认为她很幸运,中风症状较轻,两年未进行健康体检的她,此次发病后开始重视自身健康。 除了检查大脑,还检查了肾脏、心脏等部位,发现患有高血压,随即服药控制。 经过半年的调养,陈盈杰终于能够重新接通告,她笑着说参加活动唱歌。 聊天也是一种复健方式,虽然每次开唱前都会向观众道歉,担心自己唱不好,但她会运用一些技巧来弥补不足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陈盈杰与为她借款的朋友秋胡之间还有一段往事,甚至有人指责她骗取妹妹的钱财。 2013年,秋胡借陈盈杰280万元本票未还,被指诈骗,经查,该本票签名系伪造。 陈盈杰因此被控伪造有价证券罪。 首次开庭时,陈盈杰未出席,律师称其在金门看场地,承诺下次出庭解释。 秋胡担心陈盈杰逃跑,请求法官限制其出行。 检方回应,如陈盈杰再次缺席,将申请限制出行。 此外,陈盈杰的姐姐陈乃佳曾在2015年伪造陈玉鑫签名,签下280万元本票给秋胡做担保,被判缓刑。 北检据此认为陈盈杰和陈乃佳是共犯,对陈盈杰提起诉讼。 陈盈杰律师否认陈盈杰教措,并称陈玉鑫签名由陈乃佳签署。 秋胡教措陈乃佳伪造签名,秋胡反驳,指认的陈盈杰,不识陈乃佳和陈玉鑫。 陈盈杰先借200万元,后又借80万元,要求担保,为教唆陈乃佳伪造签名,且陈盈杰未归还280万元。 陈玉鑫表示不愿作证,原谅二姐陈盈杰。 检方无异议,法官要求陈盈杰出庭解释,但后续情况不明。 陈盈杰自1973年进入歌坛以来,已发行80余章唱片,其中包括春风等热门专辑。 他转战闽南语歌坛后更受欢迎,风飞沙,销量破纪录,成为KTV点唱率最高的歌曲。 陈盈杰曾是炙手可热的艺人,唱片,秀场纷纷邀请她。 2013年,秋胡向陈盈杰借巨款280万元本票,逾期未尝,被指诈骗。 然而,检方调查发现,本票上陈盈杰妹妹陈玉欣的签名竟是伪造。 陈盈杰因此被控伪造有价证券罪,首次开庭。 陈盈杰为请假缺席,律师称其因节目在金门看场地,无法出席。 承诺下次必定出庭解释。 秋胡担心陈盈杰逃跑,请求法官限制其行动。 检方回应,如陈盈杰再次不出庭,将申请限制出行。 陈盈杰的姐姐陈乃佳曾在2015年因伪造陈玉欣签名,为秋胡提供280万元担保,被判缓刑。 北检据此认为陈盈杰与陈乃佳是共犯,对其提起诉讼。 陈盈杰律师反驳,陈玉欣的签名实为陈乃佳所签,非陈盈杰教措,且陈乃佳伪造签名亦受秋胡教措,起诉陈盈杰显然有误。 秋胡否认教措陈乃佳,并称指示陈盈杰,不知陈乃佳和陈玉欣。 他表示,陈盈杰先借200万元,后又追加80万元,故需担保,且陈盈杰至今未偿还280万元。 被伪造签名的陈玉欣表示不愿作证,并原谅二姐陈盈杰,放弃追责。 检方表示尊重,但陈盈杰律师澄清,陈盈杰无罪。 陈玉欣可能误解二姐被起诉,才原谅解。 法官再次要求陈盈杰出庭解释,但后续进展无从得知。 回顾往昔,自1973年步入歌坛以来,陈盈杰发行了八十余张唱片,无数经典歌曲广受欢迎。 他的首张国语专辑《春风》,销量惊人,奠定了他的音乐地位。 转战敏南与歌坛后,更是声名雀起,《风飞沙》等歌曲成为KTV热门曲目,屡破销售记录。 那时的陈盈杰可谓炙手可热,唱片,秀场纷纷邀请他。 然而,那份璀璨的名誉并未能带给他真正的快乐,相反是情感和金钱上的重负让他备受煎熬。 面对生活中的挫败,他直言道,身为凡人,并非能视视看得开,曾经陷入绝望与悲伤,直至海海人生的出现,他才找到新的人生方向。 这首动人的歌曲,出自香港巨星张国荣之首,谁曾想,他竟因无法忍受人间疾苦而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样的离别,坚韧的陈盈杰坦言,无法理解和接受。 陈盈杰,这位客家女孩,二十出头的时候,在台中万象俱乐部游玩时,无意间走上舞台献唱一曲,却意外地被星探发掘。 从此步入歌坛,他那清澈动听的歌声和明亮的双眼,使他荣获大眼眉、大眼睛姑娘的美誉。 当时的知名导演何平,张美军等人纷纷向他抛来橄榄枝,希望他参演电影。 但他却因身高问题感到自卑,害怕与帅气男演员搭档会产生视觉落差,影响观众观感,于是决定专心发展歌唱事业。 在歌坛的道路并不平坦,他通过歌厅的引荐成为海山唱片的歌手,凭着一首《春风》斩露头角。 但在那个时代,歌坛由凤飞飞、珍妮、崔台精等实力派歌手主导,陈盈洁的人气相对较弱。 难以与他们抗衡,陈盈洁性格直爽,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使得他常常与人发生争执。 有一次,秀场艺人们联合抵制杨燕,他却毫不畏惧,依然与杨燕保持联系。 这引起了众多大牌艺人的不满,甚至连他也受到牵连。 愤怒之下他选择前往南部演出,远离纷扰。 1982年,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演唱了近十年的国语歌曲,终于转向闽南语歌坛。 一首由湘城唱片发行的《天涯找爱人》,让他在街头向为广为人知。 随后的《中山北路行七百》等歌曲也深受歌迷喜爱。 23岁那年,他邂逅了同样是歌星的攀剑。 尽管母亲极力反对这段恋情,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 然而,这段长达数年的恋情最终只换来了攀剑留下的一堆债务,然后他便相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他的状况,我们只为他祈福。